政治焦點要來看到 在當時對著韓國瑜使出一個大白眼 一戰成名的黃傑 其實馬上又要到立法院 跟韓國瑜當同事了 黃傑準備好要跟韓國瑜切磋一下了嗎 他說自己的立場沒有改變 有衝突 議題交鋒絕對不會退讓 一定會站在底線 一進議會 新科立委黃傑 就收到議長康玉成的擁抱 還有議員們不斷的道賀恭喜 議長還準備了小禮物 新年快樂 一人一份面膜 黃傑一進議場 就幫男同事們敷上 儘管當選立委 黃傑還是沒有忘記 進議員本分 15號到議會參加總預算審查 前日罷韓的白眼女神 即將進立院跟韓國瑜當同事 她也準備好要跟前市長切磋 未來我還是會堅守我的本分 就是做一個高雄市的立法委員 我守護高雄的 然後爭取高雄建設的 這一種決心是不會變的 所以未來如果在立法院裡面 有任何起衝突的地方 然後有任何 因為高雄的議題交鋒 我覺得不會退讓 再過幾天黃傑就要31歲 即將成為這屆年紀最輕的立委 黃傑也期許自己在立院 能當年輕人的代言人 感謝高雄人願意給年輕人機會 那作為一個年輕世代的代表 我也會經受希望年輕世代的價值 跟我們想要發生的事情 我可以在立法院來幫所有年輕人發聲 選後第二天黃傑的嗓音 亦然沙啞 打了一場美好的仗 黃傑表示到中央後 仍會與地方有緊密連結 不會忘記高雄鄉親的託付 記者座客報導